杨幂一直以来都是话题女王的化身 不管在什么时候 热度都是非常高的 有新剧出来的时候 会成为网络中的焦点 平时的时候 各种综艺和活动也是经常霸占头条的 就拿杨幂出演过的剧来说吧 虽然说不能算是经典 但也因为颜值和话题度都是极高的 说一连带着剧中的配角 也是会很快爆红 就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迪丽热巴饰演的白凤九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而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我们也见到一个很熟悉的身影 这个就是出演私命的王霄 其实熟悉杨幂的粉丝都知道 王霄是杨幂公司中的一个老人了 在很早之前 就和杨幂先后有了三次的合作 据说 王霄是也是杨幂公司中的一个股东 两人不仅是合作伙伴 还是很要好的朋友们 看看以前杨幂和王霄搭档出演的剧 我们可以看得出 王霄就算是在六七年前 也和现在是没有很大区别的 还是能一眼认得出来 别看王霄在剧中的表现很不错 但其实他并不是科班出身的 之前是在加拿大留学 并且还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 而王霄进入娱乐圈完全是受了父母的影响 因为王霄的爸爸就是舞台剧的导演 而母亲更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就是老一代的明星王富丽 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物 看来 有实力的人就是这样牛逼 兴趣和事业都是可以有双赢局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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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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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